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进入第582天 首先来看看过去24小时的战况 巴木特前线北翼仍然消息不多 如我此前猜测那样 希尔斯基的策略应当是南攻北托 北翼乌军继续在比尔西夫卡一线打阵地战 咬住这里的俄军 在南翼,俄罗斯人迫于政治压力 继续源源不断地向这里增兵 包括瓦格纳的残余部队都已经派到这里 克里斯基夫卡方向 一路乌军继续清剿巴木特南郊的森林地带 俄罗斯人的阵地 另一路则沿着铁路线翻过路低 向巴木特的南大门奥比特涅进攻 并在其附近摧毁了俄罗斯军队的一个突击装甲群 与此同时,克里斯基夫卡 还有一部分部队正与安德里夫卡的亚素旅配合 将整个基础线平行向T0513公路推进 这个平推线长达6公里 库九米夫卡方向 村庄西侧的奥扎里亚尼夫卡地区的激烈战斗 仍在继续 俄军在这里每天仅能前进50到100米 不过,这个地区的乌韩炮兵 已经将炮火延伸到了俄罗斯人的纵身7到8公里处 这意味着巴姆特、霍尔利夫卡公路已经处于火力封锁之下 它目前距离基础线只有3公里 正是排挤炮和无人机的工作距离 昨日乌克兰炮兵在反炮击中 摧毁了加伊彩夫以西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大型的排挤炮设计阵地 以及一个从M03公路派过来的突击小组 东部战线库布扬斯克莱曼方向 昨天是传说中的俄罗斯人总攻的日子 但全天仅有一个由8辆坦克组成的装甲纵队 从科瓦里夫卡朝向新耶哥罗夫卡进攻 并在被乌克兰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该纵队的一半之后败走 在另一边乌克兰第25旅成功迫使俄罗斯第七模拨化步兵团 从新瑟里夫斯克火车弹以东的几个阵地撤退 此外卢干斯克索罗基诺地区 俄罗斯第二集团军的一座大型导弹和火炮武器仓库 发生了爆炸遭风暴阴影摧毁 这个仓库据说储存了2万枚不同口径的炮弹 这是被炸之后的卫星图 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集团新闻处负责人伊利亚叶夫拉什说 目前俄罗斯人正在莱曼和库布扬斯克地区 组建12个突击连 人数约为2000人 这表明敌人的削弱 因为如果早些时候是讨论的 是关于迎战术群 那么现在只是关于连 阿弗提夫卡顿涅茨克时马林卡前线 乌克兰第11和第9摩托化步兵营 已经到达了顿涅茨克机场 西北两公里的皮斯基 在马林卡和皮斯基之间 乌军继续向克拉斯诺哥罗夫卡发动进攻 这里一旦打成 马林卡的侧翼就安全了 阿弗提夫卡和马林卡的俄罗斯人 依旧每天去打卡 乌克兰守军例行将他们击推 南线西战场 47旅目前在新普罗科比夫卡 科帕尼的侧翼战壕里来回激动 清理战壕试图接管通向科帕尼的战壕网络 以扩大前线 苏罗维京县的反噬效应 恐怕是俄罗斯人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事情 新普罗科比夫卡方向 村子总体来说已经处于灰色地带了 俄罗斯博主说 乌克兰部队控制了北部和东北部 但尚未能占领村东部和东南部的关键高地 激烈战斗正在进行 在昨日的战斗中 乌军第44独立炮兵旅的战士 使用155毫米远程反装甲地雷弹药 RAMS摧毁了一辆俄罗斯坦克 此外据俄罗斯博主报道 乌克兰发射了12至18枚制导导弹 精准袭击了托克马克室内的俄罗斯据点和仓库 还摧毁了俄罗斯第291步兵团 设在北较的通信枢纽 不过暂时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视频和图片 维尔波维方向有视频显示 大批俄军士兵从阵地上逃跑 在维尔波维东南 俄罗斯人沿T0401公路的 罗曼尼弗斯克奥特里图瓦特方向后退 乌军在T0401的高地村 奥特里图瓦特上取得了成功 总体而言 这个战区的战斗异常激烈 消失了很久的俄罗斯空军战机 和武装直升机再次现身 并将其作战区域 扩大到整个乌韩部队的突破宽度 此外 双方的无人机竟然在空中展开战斗 因此 目前双方在这里都采用步兵小团体的作战 仅使用有限的重型装备 任何一方即使是一辆装甲车移动 都可能会立即暴露 被另一方的火炮无人机和空中火力覆盖 因此一大群装甲车的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维尔伯维村本身 乌军已经清理了定居点 西南和西部的战壕 村庄很长 差不多有五公里 因此控制它可能不是一个短期事项 并且如果不占领村南的高地 塔拉西弗卡村 夺取维尔伯维的意义将大大折扣 遗憾的是 由于俄罗斯的防御攻势坚固 夺取高地仍然十分困难 蒂涅伯河前线乌军的海马斯 参加了驻扎在赫尔松左岸的第70摩托化步兵师 第24摩托化步兵团的俄罗斯军官的立会 造成了8名俄军军官死亡 7人受伤 暴力实际式的战斗还在进行 昨日乌军在这里抓了不少的俘虏 此外 有消息称俄罗斯位于辛卡呼夫卡的军事基地 遭到袭击并被摧毁 但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出来 这是吴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白俄罗斯志愿军团成立了一个西方营 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北约国家 很多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过仗 卡洛夫发视频 他的儿子暴打了一个烧古兰精的俄罗斯人 暗示自己还活着 莫斯科附近的契卡洛夫斯基军用机场爆炸起火 武汉无人机自由地在比尔哥罗德州 德米特里耶夫卡的天空中凹墙 无人阻挡 俄罗斯边境成筛子了 自由俄罗斯军团何在 该动一动了 为了回应司令官 韩国举行了最大规模的阅兵 胡帕胡 俄罗斯方面并未正面回应黑海舰队总司令 维克托·索克洛夫上将是否死亡 但他们昨天发布了一个 由战神主持的在线会议的视频 索克洛夫赫然在立 暗示其人依然健在 无妨马上进行回应 称正在努力核实中 由于很多人都成了碎片 可能需要对碎片进DNA检测才能最终确认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的上将先生到底挂了没有呢 我认为索克洛夫身死肉灭的可能性超过80% 主要理由有两点 一 黑海舰队总部预习时 索克洛夫在现场 不用怀疑乌克兰人的情报能力 索克洛夫进入总部 一定被他们看在眼里了 否则此前不会宣布他已死 二 风暴阴影正中索克洛夫的办公室 有的看官可能会问了 俄罗斯人不是发布了视频吗 没错 但这个视频没有提及开会的时间 以及每个人所在的地点 换句话说 你并不能证明他是在黑海舰队预袭前还是预袭后 俄罗斯国防部这一招还是很高的 很好地起到了辟谣的效果 简中网内不少的博主昨天已经帮他们打乌坎的脸了 待将来水落石出之后 如果索克洛夫真的挂了 你也不能说战神撒谎 毕竟他们也没说呀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成功的击落一枚乌坎风暴阴影导弹 造成了该导弹搭载的所有的英国机组人员死亡 是的 你没有看错 风暴阴影搭载机组人员 就是那个长5.1米 宽63厘米 高48厘米的导弹 这条荒谬的消息之所以能够产生 是因为其迎合了俄罗斯国内及其他一些地方 对于这场战争正义性的异象 你看 英国人参战了吧 所以俄罗斯没错 北约亡俄之心不死 必须对其帮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事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与其去猜测北约是否不怀好意 不如想一想 所谓的同宗兄弟 为何想要加入他们 而要理解这一点呢 其实一点也并不难啊 你只需要有正常的逻辑和一点点同理心 还是那句话 这世界有光就有影 有影便有光 即便我们注定无法左右的 要努力的做一个合格的看客 外表糊涂 内心清澈 要求你 我会有光队的 要求你 有光队的 我会有光队的 要求你